七八千万元也不贵 这个还是稍微有点破度 也做不值 这个叫什么牌子 这个叫 销客的空间还可以 可以放基本纯屏吧 这个样子 外观谈不上很时尚 但也说得过去 就价格稍微超出我的预算 12万 12万6千9 12万13万七八 日系车的品质 都是没问题的 样子也还可以 这话可不敢说 这么多品牌 谁那个车 如果冬天冷了不好打火的话 那这牌子早就完了 这汽车 它是汽油车 它不是柴油的 新疆我去过了 中间又看了几个店 这是一汽大众 听这个小伙子说 这后边是纯屏的 过来看看 果然是纯屏啊 这个设计我非常满意 碳哥的高度并不高 才1米58 到1米6 放到以后 也坐不太直 哎呀 大众这个车是真好 但是呢 太贵了 40多万 看看 后边的空间 纯屏的 大床 就是太贵了 看看这高度 这还有一拳的 我的妈 这个当床车太爽了 多舒服 就是太贵了 高配的40多万 低配的29万多 30多万 满满了 探月的空间是可以 哎呀 坐上来 感觉一下 不错的 但它是后边呢 看来是这样子的 就有些不符合我的要求了 是个大坑啊 没办法 不过它这后排的空间 舒适度啊 是可以 比那个 坛格 宽不少 大不少 各方面都有大 都长 所以探月是它哥 车是挺大 你要是选择乘用车的话 不出去玩的话 这个车 肯定要比那个坛格要好 但是要出去玩的话 坛格虽然空间 比它要 狭小一些 但是好布置 你不用自己再改装了 省去很多麻烦事情 这个车的这个设计啊 是最好的 它这一块下边很宽啊 本来是这样铺的啊 可以把它拆下来 看到没有 这下边可以放很多东西 下面是轮胎 然后把这个铺上 看到没有 就这么大个空间 再把它铺上 铺到上面 OK了 不用你自己带改装了 我估计是能把那个 上面那个行李箱省下了 这样它后排呢 就是三层空间了 你看了没有 有张大床 上面还有一层 可以放不少东西啊 所以探哥这个车并不大 是个紧凑型SUV 但它是我目前看到 最好的床车了 十几万这个价位的啊 车里边这些所有东西 我都不用改 只需要把后排这个 双座椅放倒就可以了 然后我面包车里的东西啊 都可以放得下 我今天还逛了几个地儿啊 像那个广汽传型的杰斯4 外中眼看了一下 它那个是特别特别的平 但是它有个坏的嘛 它把那个前边那个 下面那个座椅 后排的座椅啊 它要翻过去 翻到个脚前 然后把这个后靠背放下来 这样形成春平 但是这样就浪费空间了啊 不好布置 而且坐上去以后吧 反正得稍微低点头 也不是太自如 所以就怕死掉了 但是它那个车 我当时主要 看它一个是手动挡 不过它没货啊 那个自动挡是11万多 相信12 就12万块钱吧 另外像那国产车 也看了一部分啊 那个什么长城H6 M6 都看了 都不太行 说实话 它都是那种斜坡的 下面是个大坑 你咋的呢 你得找平了 像很多人搞个磨盒 哎呀 我说最讨厌的男人 不是说磨盒不好 而是你这么弄完了以后啊 你根本做不值啊 你得这样做 进去以后啊 那种床车 不能要 你要是就是周六周日出去啊 这么几天是可以的 可以凑复的 时间一长 我跟你说啊 太美人了 很烦人的 都能吃 不能要啊 自己居家用可以啊 不能当主床车出去 包括奇瑞下边有个品牌什么 我说大是图什么玩意儿 我记不住了啊 也是这个熊样的 就不考虑了 还看了一些核子品牌 丰田 本田 全都看了 欧系的一些车 那些有银行的都聊聊也过啊 像什么那个小狮子什么的 我就不看了 我最后看了是南汽和北汽的 南汽的我没有看到太合适的啊 价位啊 包括车型啊 但是这个北汽这个车我一看还不错 尤其这个碳格 碳格确实挺好 因为我在买车的时候啊 就已经提前想定了很多环节 我的面包车啊 通过这三年的这个磨合和锻炼啊 我基本上找到床车最佳的布置方案了 所以说 SUV呢 它只要是大概在那个合理区间 我就非常好布置 所以说碳格我这么一想 因为之前有个阵容想定 所以我一看碳格 往上一坐一躺 就感到非常满意 它的空间啊 空间它不是最大的 甚至还有点局促 但是呢 它太好布置了 那三层空间可以放下我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 然后它这个座椅放到以后 长度不够的啊 但是呢 它这个两台座椅之间 我可以买一个竹马 放上去 既可以当作物 也可以当枕头 这样子 它的高度啊 稍微有点欠缺 就是你坐进去以后啊 你要低着头 不过呢 它不是有那个 几乎是全景天窗嘛 这一块又增加了一块高度 然后我的竹马呢 买的稍微矮一些 这样的话 我坐在里面就正好能坐直 不耽误在车里做饭什么的 所以我当时一看 往上一躺啊 方案马上就出来了 别的东西 任何东西不用放 都不用 都不用改了 都动了 就把我的车里东西 往上一装 OK 所以看完以后 看完架子 马上就定了 定好了 看了那个炭歌 下面还有一个炭影 那是个小型SUV 那个就不行了 那个后排非常窄 而且不是纯平的 那根本不行 炭乐呢 空间大 但它也是什么呢 它这个后排座椅都是平的 那在下边是个大坑 你就自己改吧 上面也没有那一层 这样的话就比炭歌整体上差一点还贵 而且呢就是我在买车的时候 我这些预案 那个想法都已经成熟了 我硬要买一款相对比较成熟的车 炭歌呢在那个欧洲啊 销量是非常大的 迷了钱毛的车型 但是在中国呢它销量一般 而且中国呢 比欧洲的车型啊做的要大不长 所以说它在中国的销量 可能它不如一些国产品牌 它们卖得好 这边的原因有很多了啊 但是总体上讲呢 你买国产车 买国产车就是看什么 内饰 配置 性价比 主要看这几个方面 年轻人他比较喜欢这个嘛 内饰做的豪华 漂亮一些 是吧 然后配置多一些啊 非常丰富 什么都有 遥控开空调啊 甚至遥控倒车啊 等等啊 这些东西啊 都有 最好 比如说同样15万 那国产车这些工程就有 你那合资车百分之来没有 但是在和合资车去比较 通整的配置情况下 国产车的价位就低了 它是最低的 当然现在目前有一些那个 国产品牌啊 你像什么传奇啊 这个荣威啊 他们价位基本上和这个 合资车差不多了 配置稍微高一点 也不是高很多 剩下的像什么长城啊 吉利啊 等等这些 这之类的品牌 他们一直靠配置 我10万块钱的车 你有20万的配置 靠这个去胜 一般的话 现在因为我们国产车太成熟了 配套体系也完善了 所以说总体质量是可以的了 嗯 特别是新车 你开几年啊 三到五年 嗯 都没事 都看不出来 但是呢 时间再长 合资车的优势就出来了 你合资车主要看三大件 发动机 变速箱 底盘 这是比较关键的 你底盘好不好呢 就影响整个车的这个稳定性 抓地性 各个方面吧 就是你这车开起来舒服不舒服 然后发动机呢 质量好不好 大部分发动机啊 现在目前都过关了 那种漏油的现象少了 没有了 但是发动机的这个整体工作环境 还是非常重要的 你像他这个车 炭哥这个车是1.4T的 综合耗油吧 厂家说是7个多点 但是实际上8个多点 是可以的 可以接受了 然后你真正出去的话 走那个国道 应该是差不多 六七个油就可以了 高速上你如果跑八十一百 跑一百以内啊 八十到一百是最少油的 那个估计六七个油也差不多 问题不大 这个就几乎和我的原先那个 一二的那个面包车差不多了 这样就说我们出去啊 自驾油啊 它这个路费就能省不少钱 我陪着我朋友买了一个什么嘛 买了一个现代 R35 那个就挺废的 十七跑了十几个油 然后最省油 也就是 也得八个多 就是它在那个外面跑啊 最省油的状态下也得八个多 你看这个就 插进去出来了 再一个是变速箱 变速箱是顺畅不顺畅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特别是十凤党 我一开始买车的时候 就准备买那个十凤党的 十凤党是我重点考虑的 第一个呢 说实话 十凤党安全性是无庸置疑的 我们现在看很多出世的车 十凤党为什么 它不仅限于女司机 就包括老司机男的 你比如说打个最简单的比例吧 你到车的时候 稍微后边有点障碍 你踩油门 踩轻了没反应 稍微重一点就过了 砰一下就出去了 这时候有很多人 它是那种生理反应 一个脚不是足的 就往下踩 不是收 就是往下踩 那完了 等你反应过来 就撞了东西 撞了人了 你看到很多视频都是这样子 老司机都不行 你开一辈子车都不行 你到时候反应不来 它往前踩的时候说 还可以 稍微好一些 但是那些女司机都不行 它前踩有时候踩轻了 它也没反应 踩轻了 它也出去了 它没有那一脚立合 你有那个手动挡 你有那个手动挡 你有那个要立合 这个车速走多少 厘米级的 你可以流动车 你自动挡就不行 没那个水平 当然 这些你通过慢慢的这个熟悉 方向平行态 可以去逐渐适应 你要适应不了 那个车也没法卖了 是吧 但是在 适应的再好 在紧急时刻 还是容易出错 不是说你天天出错 还是容易出错 这就是说 它的出的概率要比那个 手动挡的大多了 这是一方面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有朋友问 很好解决 你那个盗牙的时候 特别是盗牙 你踩一脚没反应了 你点一下 就重了 所以点一下 它喷一下出来了 你点一下 你这个脚是时候收上来的 你有那个意识 对吧 点一下它这个车就往上走了 然后这个脚就抬到那边 沙车上 它重脑 它手脑不一样的 在哪里 你点了一下以后 它自己往上跑 对吧 除非前面有很大的坡 有很大的坡呢 等它车动起来以后 你再把脚放回去 慢慢地踩个门 就没事了 就这么简单 这是老司机的心得 哈哈哈 第二个就是耗量 手脑要比这个 这么脑要省很多油 要说实话 所以说你同样的 台下的车 你要是手脑的话 可能这个车 平常开就六个油 六个多点 你要今天开得好 可能四五个油 也是油 甚至三个油 三个油 三个多 看你的水平 看水平问题 有些人可能不相信 你不相信是你没得水平 我2.0的 现在 我们家原来那个车 2.0的现在 从那打起来 我就开过三个多油 这样实打实的 你家乡油 破多少公里 但是有数 是不是 后来它那个车 旧了 不行了 当然这车跃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第三个 这个手动挡 要比那个自动挡还难了 它就是 上坡有劲 很多坡它能上去 你那个自动挡 你就上不去 你手 手自一体的吧 你就挂上手动 你也说那个 真正的手动挡 有劲 这是我当时 想选手动挡的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 算第四点吧 便宜 有些车 便宜差不多两三万 有些车便宜几千 看什么品牌 但是你想的再好也没有用啊 因为厂家有时候 它是不给你生产这个 手动挡的 手动挡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它就是一个那个 穴头 吸引你来地儿 就有一个穴头 实在鼻里不行了 你弄上几台 满足一下部分人 因为 特别是差价比较大的 手动挡和手动挡差价 比较大的这种车型 厂家一般是不会生产的 一般是不会生产 有时候也会生产 它就是靠这个吸引人 我的车多便宜啊 但是这种车呢 因为我原先是干瘦瘦的 我知道 厂家里是不挣钱的 精华商也不挣钱 它怎么办 它就引导你去买那个 配置膏子 多一个配置 多一份钱 其实那个配置呢 不值那些钱 所以咱们就 厂里也挣钱了 精华商也挣钱了 大家稀稀哈哈 消息者也稀稀哈哈 哎呀 买个高配 极大欢喜吧 所以说我呢 我买碳汁呢 我就定个标准 哪些功能配置需要 哪些功能配置不需要 比如说这个 轻车救仪 有些厂家会配 现在大多数厂家不配了 不配的原因 主要原因有很多 你看他们说的 借口就一个 这个东西有时候不太管用 然后出了试以后啊 用户会回来投诉找麻烂 所以他们就都不配了 也不赠送了 这个东西说实话啊 咱们自己可以买 它一共没多少钱的东西 你自己买的 比他们便宜 还能买个好的 我就打了个比方吧 配置这一块 所以说你自己在看车的时候 有点清楚 自己把这些方案都定好 现在是大局已定 具体这个车怎么布置 咱们慢慢讲啊 我等我布置差不多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么好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